中國大陸多地出現柴油魚 官媒稱是魚飯在水中加柴油所致 大陸民眾表示 官媒掩蓋真相 柴油魚是工業污染的水域導致 大陸媒體近日報導 近年來全國各地出現柴油魚 一些不良流動魚飯在魚箱裡添加柴油 讓筷子的魚變得新鮮活躍 從而坑害消費者 有消費者買回家 魚煮熟後出現濃重的柴油味 令人作惡 但大陸民眾都表示 水污染導致魚出現柴油等怪味 報導介紹 黑心魚飯往水裡加柴油 是利用柴油密度比水小 可以漂浮在水面的原理 迫使魚活蹦亂跳 透過不停的喝水 吐氣泡來獲取更多的空氣 讓筷子的魚看起來比較新鮮 甚至重量也會增加 有網友指出 出現柴油魚的原因是魚在被工業污染的水域 水中的本分類物質在魚成長過程中 長期積累在魚體內 就會有柴油味 而人吃了柴油魚會危害身體健康 聽他的記者熊斌 世宜君採訪報導